隨便搬一條國安法出來 將國安法變成萬能key 然後就說你違反20條、22條、29條 講了之後不用負責 我覺得進一步暴露 現在這個政府 只是想利用國安法去打壓 和這個削弱香港人的公分權利 更加暴露這條法律的本質是什麼 鍾建華表示 過去香港幾次初選操作都相當有秩序 港府想用負面標籤打壓初選實在荒謬 甚至連官員都搬出中共官場文革式作風 隨口可解釋法律 試圖挑起群眾對立 香港民意研究中心負責十一十二號 扮民主派初選投票系統 但十號晚間警方稱收到有人投訴 受訪者資料外洩前往搜索 導致十一號延遲三小時才開始投票 港府是否想藉此打壓初選活動 鍾建華說他不敢肯定 但有這樣的揣測並不令人意外 新唐人記者梁珍 張鵬香港報導